老婆 我来 好酷的车 彤彤来 我 阿嬷说 不能随便跟陌生人上车 我们上次在医院见过面的 刚刚也算是已经认识了 怎么能说陌生人呢 彤彤心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 妈妈说爸爸是真正的男子汉 爸爸勇敢坚强有爱心 愿意帮助别人 他是这样说的 妈妈让我像爸爸一样 将来也当男子汉 可是我妈妈说 爸爸去魔法学院学魔法 帮助哈利波特打坏人 爸爸也会魔法 真的吗 好神奇啊 现在想想了 上去 彤彤 坐好 把书包拿下来 来 坐好 你带我去哪里呀 送我回家吧 我妈妈会担心我的 你脚上有伤药包扎 小宋 厉总 车上有没有急救箱 有 这是我的儿子 我 我不要 你脚上有伤药上药 坐好 我不要 就不要 你不上药到时候脚发炎会痛 彤彤 彤彤彤彤彤彤 你是不是害怕擦药啊 还不是呢 男子汉 不应该害怕擦药的 就像那个 哈利波特 真的吗 当然了 过来 我 疼 疼 妈妈才要就不疼 打架的时候怎么都觉得疼 你觉得拳头厉害吗 当然厉害了 我看看 我 那现在你的拳头厉害还是我的拳头厉害呢 一个人单靠拳头来解决问题是最笨的 你知道吗 真正聪明的人是用这种 脑子 走着记得打架 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一定要打架的话 就一定要把那个人打到站不起来 没有办法还手 否则就不要轻易动手 我听不明白呀 你知不知道 疼痛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童童 疼痛 我来看童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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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东西你用了几年了 童童 你干吗要玩火啊 我想给妈妈做白粥吃 妈妈什么时候要吃白粥了 谁让你做的呀 童童以前生病了 妈妈给童童做白粥吃 现在妈妈也生病了 童童也要给妈妈做白粥吃 童童 这么做很危险 以后不许再这样做了 听到了没有 童童 妈妈是大人了 生病了可以照顾自己的 童童你是小孩子 你不可以用火的 这样很危险 以后不可以了知道吗 好 童童已经长大了 可以照顾妈妈了 童童真乖 妈妈知道童童很能干 可是 以后在做这种事情之前 可不可以跟妈妈说一声啊 童童知道了 去 去拿点烫伤药去 走 爸爸走 童童 去拿药 我没事的 可是你的手 童童给爸爸抹药 好 童童 去换件衣服 衣服都弄脏了 好 我去换件衣服 我去找寻了 我来找寻有的 我来找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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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